大家好,我是张梅阳 我就是生活的一方 真的,压力特别大 前几天一直在写吐槽大会 特别累 但是说前几天其实已经有半年了 因为这是一个那时候写的段子嘛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 天天加班 一加班就到四点 一加班就到四点 很不爽 然后我就在反思 为什么我会这么不爽 我是不是有点太娇生惯养了 真的,你看以前那些科学家 发明家 哪个不是坚韧不拔 爱迪生,实验室里一工作 几十个小时 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才终于发明了电灯 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让当时所有工厂的工作时间 延长了整整一倍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加班 就是因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如果没有电灯 老板敢并加班吗 反正我加班的时候 情绪都是很不稳定的 如果老板敢让我点着蜡烛加班 那我真的不能保证 办公室里点招的只有蜡烛 以前我心里只有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科技越来越发达 我们的工作却越来越累 现在明白 就是因为科技发达 工作才变累的 科技不仅让你加班 还能让你的老板 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下班的你 以前没有汽车 没有电话 老板半夜有事找你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你家 还得走着去 等他到了 你也该上班了 你现在可好 直接打你手机 手机不接 微信 QQ 王者荣耀 总能找到你在线的地方 发来一条游戏邀请 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很难抉择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 科幻片里那种 智能隐形眼镜成为现实 现在用手机 收到一条消息 至少可以先装看不见 过俩小时再回 不好意思 我才看到消息 有了智能隐形眼镜 消息直接发到你眼前 你还能找什么理由 不好意思 我才看到消息 刚刚再搁双眼皮 科技就是这样 用在生活里很便利 一旦进入工作 就特别麻烦 去年我们公司 因为业绩不错 得了很多奖 CEO就在公司群里发 这些荣誉属于脱口秀 属于所有脱口秀的参与者 我一看这话也太好笑了 就在另一个 没有CEO的群里发 是啊 荣誉属于参与者 但是钱可都给你 一个人挣了 哈哈哈哈 你们现在听起来 可能没那么好笑 但当时整个群都沸腾了 甚至有好几个同事 给我发私信 伯阳 你发错群了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科技 给每个人带来的便利 背后都是别人的心酸 之前996工作制的事 还记得吗 程序员建了一个网站 叫996ICU 上班996 下班ICU 这话乍一听 程序员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程序员惨 ICU里的医生 是不是也很惨 抢救了一天的病人 好不容易回家吃口饭 推进来一堆程序员 吃什么饭 点个外卖接着干吧 当然这话乍一听 医生好像特别惨 但你仔细想 医生惨 外卖小哥 是不是也很惨 送了一天的外卖 好不容易歇一会儿 来了一堆医院的订单 还写什么呀 骑上车子接着送吧 但是这话乍一听 外卖小哥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外卖APP的服务器 为什么夜里9点还在运行 是谁在维护 如果医生或老师 在夜里叫外卖 是不是ACU里 也就来不了那么多程序员 莫名其妙地恨怒 人类就是这么自私 甚至此时此刻 为什么你们能听到 这些好笑的段子 表面上开 是因为我们找到了 优秀的总冠名赞助商 纯粮酿造 真材实料的老村长久 但是你仔细想 为什么我们能找到 这么优秀的总冠名 当然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群 在台上台下 累死累活的脱口秀写手 其实内心深处 你们知道 在每一声哈哈哈哈的背后 都是脱口秀写手们 日益增高的发际线 但是你们在乎吗 不在乎 甚至一想那个画面 写手脱发 好像更好笑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真的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下次你叫外卖 送碗 汤撒 只要人家不是故意的 别急着生气 回想一下 你自己在工作中 那些束手无策 焦头烂额的时刻 可能你就没有那么 想给人家打差评了 如果我们注定 都要成为生活的乙方 至少我们可以选择 在当甲方的时候 对彼此善良一点 谢谢大家 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你们可能很难理解 我心里的难受 我差点又退赛了 哦 我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知道 我本来这期节目 还挺想拿个名次的 因为去年退赛之后 我爸就总觉得 他能指导我的创作 给我发一些网络段子 说这个段子好 这个段子好 拓游大会讲这个 我说爸 咱干点啥不好 为什么要学白凯南 其实除了这个事 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想着拓游大会好好讲讲 谁能想到 今年 这个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件比件震撼 东非蝗灾 科比去世 澳洲森林大火 你感觉白凯南放在里面 根本不知一提 除非澳洲大火是他放的 我发现这几个月 在网上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重阳媚外的标准 好像在逐渐降低 以前 只有觉得国外一切都好的人 我们才说他重阳媚外 现在变成 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处 我们就说他重阳媚外 上个月 有位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小孩的早餐应该吃肉蛋奶 不要吃粥 被人骂上热搜 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 吃肉蛋奶就是重阳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 我刚好吃了红烧肉 松花蛋和双皮奶 吃的时候 我都没意识到 我吃的 原来是顿邪惨啊 气人不气人 真的搞不懂 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或谷歌公司 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 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发送到 由蒂摩西约翰蒂姆伯纳里教授 开发的互联网上 发送内容居然是批评别人重阳媚外 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 你为什么要当键盘侠 你去当算盘侠呀 太难受了 但是虽然这些人的逻辑 很荒谬 但是我在网上也从来不敢跟他们正面交锋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本来没有规则 人数够多就能制定规则 为什么 白凯南抄袭 我能抢占舆论的高地 是因为我有理有据吗 不 因为白凯南是一个完美的维权对象 有名气 没粉丝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发生啊 但是如果 抄袭的人是 蔡坤 公司还会帮我发微博维权吗 就算发 内容也只可能是 天呐 我们节目的经典段子 竟然被蔡坤老师实名pick了 既然大家这么有言 要不要考虑来 拖球到三当嘉宾呢 两个表情 孩子得有情绪 情绪太重要了 而这 这是我又跑来上节目的原因 虽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蔡雪坤 但也想尽力避免 让自己 沦为白凯南 谢谢 谢谢 谢谢